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东夫 即认 港夫连续两年提高烟税 目前每包香烟的烟税 由50元加至66元 每包原税香烟的价格 已经接近100元 当局大幅增加烟草税 希望可帮助烟闻解烟 究竟这招work不work呢? 正所谓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场梯 原税香烟零售价上升 买卖试烟现象反而变得更猖獗 市面上还涌现大量有关老鼠烟的违法宣传 甚至有青少年参与其中 究竟执法部门有没有大力打击非法试烟 和违法烟草宣传的? 在公共屋邨 经常有人派发俗称点心指的烟草宣传单章 并且送货上门 有注会一日多次收到点心指 最近撕烟相反还在多个公共地方 例如巴士车站、商场细手间 街头垃圾桶旁边 将贴广告推销老鼠烟 关于非法撕烟的宣传广告 已经去到泛滥成灾的程度 东夫直击由撕烟相反 找来大批年轻人 甚至疑似中学生 光天八日下当街向烟物免费派发一包包老鼠烟 给他们免费试食 这么离谱都行 似乎当执法部门没到 奉劝各位年轻人 即使没有金钱交易 已推广或宣传作为目的 当街派发任何香烟 香烟烟草、雪茄等产品 随时都会触犯法例 有议员认为政府应该要先做好 打击撕烟的执法工作 同时要向年轻人加强反吸烟的宣传教育工作 至于面对越来越多英文买老鼠烟 影响合法相反的生意 零售界以及关注团体有什么看法 事不宜迟东夫 各界职营 有没有停止听两句 换回两包烟的什么事 当然不会 我买撕烟罢了 没什么 什么呀 真是 没什么 没东西的 没东西 我只是派池吃 本港酒私香烟问题严重 售价低于烟碎的老鼠烟近大行其道 我们近日接获消息 有群老鼠烟青年军 会当街向英文埋手派烟试食 哄英文转卖老鼠烟 我们记者在官堂商下一带 站在一边吃烟的时候 也直击到这些老鼠烟青年军出动 一群年轻人身穿有疑似老鼠烟品牌的黑T 向我们记者推销新产品 等到吃烟烟的老鼠烟 这是二年轻人 有没有兴趣听两句 换两口烟给你试一下 这个是蜜光味 这个是薄荷味 薄荷味就薄过纯薄 蜜光味就赤肉过赤肉 即是鹿味就浓一点 你有兴趣就到一个TG Group 然后就听这件事 可以可以 青年军声称只要加入群组 就可以免费拿到两包香烟 但其他的事就一概不知道 记者有问到会不会触犯法例 青年军就说只是派试食 不会犯法 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 任何人不得为推广或宣传的目的 将任何香烟 香烟烟草 雪卡 烟豆烟草 给予任何人士 在街头向烟民免费派烟推销产品 无论是否原税香烟 都一样可能已经触发了相关法例 记者加入群组之后 发现里面海量的烟草推广内容 列了价钱 牌子和味道 甚至食品 价钱由280元至350元一条 相信是没有原税的非法施烟 还可以送上门 方便烟民落单 在附近上班的烟民向我们记者表示 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群青年军 在街头派烟的了 自己都曾经被青年军聊过 都有 有见到 什么时候见到 7月 7月比较多 7月 见过两次而已 我用他送烟给你吃 但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他类似有些批划者 like他的标志 或者不知什么 那些就有东西送 送烟什么 烟 但就没有特别去聊我们 但他就有聊一些穿面衣服的年轻人 那如果他们骂你们 你们会不会 当然不会 我买施烟 我买施烟 在官台的另一条街 我们记者再发现有另一批青年军 有出动派传单和老鼠烟 目测可能只是中学生的年轻人 近年青少年参与撕烟或违法烟草推广的情况越来越多 年龄更低至14岁 正值暑假 有立法会议员就希望政府尽早嫁入 阻止本港的学生误入歧途 推行新政策的时候也要考虑撕烟问题 以免识得其反 近年的确是多了一些私烟的情况 我在区域里面都经常收到 譬如说有一些年青人在暑期的时候 都有一些私烟的承办商 都会请一些年轻人去帮忙派点心指 我感觉上过去这几年比以往更加严重 特别是疫情之后 更加在地区每天都收到市民去投诉 收到这些私烟的点心指的一些情况 无论是街头派烟试食 点心指传单 还是社交媒体群组的群组私烟广告 只要有关烟草的宣传推广都是违法 而负责对违法烟草宣传推广执法的是控烟酒办公室 有跨部门的合作 上个月医务卫商局宣布的一些新政策 我觉得都是大方向我支持的 但是我也提醒政府在一个打击吸烟的情况之下 包括提升这个烟税等等 是否会适得其反令到私烟有更大的经济有因 在香港肆虐市民去买私烟的情况会不会变本加厉呢 私烟烟商推广手法越来越猖獗 有出售合法圆税烟的零售业代表认为 政府控烟措施越严 私烟党就越受惠 连续两年都加三成烟草税 将这些圆税烟和非法私烟的价格大幅拉圆了 在价格上手法的商贩已经是没办法 跟这些买滴XX的老鼠烟商竞争 加上控烟酒办打经这些莫非法烟草的宣传又不力 光天化就这样 向英文推销私烟都没人来 令到越来越多英文就转投这些非法私烟的市场 现在迪XXX出名了 多人认识了 他们就搞那些会员群组直销送火 都不用再靠这些前线的商贩帮手买了 手法的档家面对这些老鼠烟的不公平竞争 我们报反业界卖烟生意就跌了六成 相关部门又不执法禁止 这些业界真的感到不甘心又无辜 真是欲哭无泪 林主席又提到 今年7月初海关在楼浮山破获地下制烟工场 是本港首次出现私烟厂 同时也是一个响号 暗示黑市私烟产业链沉入本港市场 医务卫生局早前提出多项新控烟措施 林主席忧虑当中部分措施会进一步刺激黑市 禁止争美烟老鼠烟的价格本来已经远低于原水烟 如果两者价格差距越来越大 或者将来只有老鼠烟才买到加美烟 预计就将会加大力度 将更多的烟文推向私烟市场 提高美原水烟的相关法则 引入原水烟的标签制度 有当然好过没有 希望尽快落成这样推行 不过我想修例虽时 希望局方在成功推行这个变色马前 就要继续加强打击市烟 以免这些黑市烟的市场座大 因为一旦这些烟文买惯了老鼠烟 就很难回回头 长演烟草政策关注组认为 青年军拿着私烟在街头推销 和执法部门以往打击 违法烟草宣传不力有关 也都认为禁止加美烟对降低吸烟率的成效不大 希望政府推行新烟草政策之前 先做好执法和打击工作 可能这一两年 烟草宣传收到的投诉的过案 可能都过千众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数字 可能它一年里面 可能只是真的可以成功 可以去查识到 去检控到的可能只有几单 可能已经反映到 其实实际上做出来的效果是非常不足 政府在6月就有10项的禁烟措施 有人有意见认为 其中一项就会恶化了施烟问题 就是包括禁止加美烟 你们又怎样看呢 如果它再禁加美烟 其实真的对禁烟的帮助 其实不是很大 其实现在香港的吸烟率 其实都不算是很高 其实剩下的可能很多都是一些 已经是比如说 因为烟引很大 离古丁的影响 或者一些吸烟的习惯 影响他们继续去食烟 比如我们看到 香港的邻近地区 比如说甚至可能内地 或者新加坡这些 对于控烟这么严的国家 其实他们都没有执行这种 禁加美烟这种方法 去想降低这个吸烟率 在打击私烟和长期控烟的政策里面 其实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政府呢 其实我是支持政府 对于这些未原税香烟 或者这些老鼠烟 可以加强多一些的规管 因为我见过 其实这些未原税的老鼠烟 其实很多时候打开出来 其实可能它发了模式 它都照卖的 其实对于作为一个烟文来说 其实可能我们食肆烟 都想有个保障 比如我们买包烟 都是想很清楚知道 它究竟是什么来源 就是生产的环境是怎样的 这方面我觉得会对于市民 会的健康上面有些帮助 我觉得政府如果想降低这个吸烟率 其实我觉得它不可以再用一些靠客的方式 它应该要譬如说 优化一些戒烟服务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政府一路以来做的戒烟服务 其实它的成功率都是非常低的 它大部分都是可能只是用一些药物去帮助 但是其实我可以建议它可以多些重生理 和一些心理上的辅导 去帮助一些想戒烟的烟文 社会上有不少声音 担心控烟太严太极 变相鼓励事验 其实当局推出控烟政策之前 是不是应该平衡各方的意见呢 对于在公共地方出现不少违法烟草广告 卫生署以电邮回复东呼 只由去年1月至今年6月 控烟酒办移除超过1900个 再有吸烟产品广告的网页 社群媒体账号或贴文 同期控烟酒办就展示 或派发吸烟产品广告的违例行为 共发出123张传票及42封警告信 至于打击在公共屋邨 派发吸烟产品传单方面 卫生署回复说 由2021年至今控烟酒办成功检控14名 派发吸烟产品传单的违例者 定罪个案最高判罚款8000元 都是那句啦 假如相关部门不执法或者执法不严 相关法例只会沦为子老虎 边相中容不法分子继续兜售 耐力不明的走私香烟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又差不多 大家有什么申诉 记得致电我们爆料热线 3600 3600 等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 丰富 即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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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